想知道美国总统的一天是怎么样过的吗 而近距离报道美国总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作为白宫记者协会百年来唯一的华人记者成员 我在纽约爆炸案后两天近距离直击奥巴马的一天 进到少数记者能进的场合 也屡屡和美国总统作家代号The Beast 也就是野兽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 甚至还发现了总统作家的秘密 跟拍到了这个挺尴尬的画面 有多尴尬 现在就让白宫义剑独家带你去看 欢迎收看白宫义剑 我是张敬义 这一天并不是平凡的一天 纽约是神经紧绷 因为爆炸案发生后一天 是立即锁定了歹徒并且展开了搜捕行动 得知消息后的奥巴马是临时决定要来召开记者会安抚明星 在电视机前大家所能看到的画面是这个样子的 好早上大家 我想说几个话 关于新亚洲和新亚洲的爆炸 但实际上这临时决定召开的记者会 是在半小时前才来通知记者的 只有随行的记者能够参与 因此二十几个座位有一半并没有坐满 奥巴马讲话一结束 就要赶往一场事先安排好的民主党活动 于是记者会一结束 随行记者们是东西一收就赶紧追了出去 由于气场惊人有路人是被吓到贴在墙上 记者们是拿着各式的器材 在大雨磅礴之下绷着跳上了车 大家或许曾经在视频里面 甚至就在路边见过美国总统庞大的车队 这个车队一般可是有高达30辆车来组成 还有前岛数也数不清的警察重击车队 那想要知道美国总统在车里面看到的外面景象是如何的吗 这一次作为美国总统车队的议员 在车里我是有机会见到同样的景色 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在交通拥挤不堪的纽约 感受到畅情无阻的痛快 奥巴马出席的这个民主党活动是个闭门活动 想参加的话猜一猜看一张票最高要多少钱呢 33,400美元也就是22万2000多人民币 在美国想闭门见总统资助自己的政党呢 就是要这个价码 那么就在这个奥巴马出席活动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们的车啊 正好就停在奥巴马的座驾野兽旁边 说到这个野兽啊 就必须要来介绍一下 这可以说是全球最顶尖的车哦 而且与其说是一辆车呢 不如说是一辆坦克 看到没 光这个车门啊 跟车窗就有20公分厚 怎么会这么厚呢 据说啊 这个车身啊 是由钢铁铝合金钛合金还有金蜜陶瓷来合成的 车子啊是完全防弹不说 而且内部呢是完全密闭 能够阻挡深化攻击 车里呢 还配备有武器 供氧设备 甚至还有总统的血液 在车里面呢 我是等着要拍下奥巴马上车的一幕 然后呢 我看到这个总统的御用摄影等人啊 都上了车 就是不见奥总 然后呢 也说就开走了哦 接着呢 第二辆一模一样的野兽呢 是跟着就出来了 在车上的应该就是奥巴马 没错 美国总统啊 每每出行 总是会有两辆一模一样的座驾随行 除了是要确保这个紧急状况时呢 有这个替代品以外 更能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然后呢 在野兽之后呢 就是一辆一辆又一辆的车 其中呢 有负责安保的 也有负责医疗的 等等等等各式的车辆 回到这个下榻的旅馆啊 奥巴马是马不停蹄的举行了两场会谈 那再一次露面的时候呢 是在与伊拉克总理的双边会谈上面 那个时候啊 爆炸案的凶险已经落网 奥巴马看来呢 是如释重负哦 而案情在一天之内急转直下 让奥巴马罕见的在一天之内 两度就同意事件来发表讲话 它是大为赞扬美国执法单位 破案的神速度 然后呢 天色一暗时啊 总统的车队是突然启动 说是要前往一个神秘的地点 经过了特朗普大厦 接着随行的记者下车 穿过封锁线 走过奥巴马的座驾 然后发现了 奥总啊 是浪漫的带着爱妻米歇尔 到一家名为Cosme的餐厅里用餐 这里呢 放上一些餐厅的画面 和他们夫妇过去的用餐画面 大家自行脑补一下吧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我是近距离跟着奥巴马一整天 发觉呢 他从这个处理爆炸案的内政 到打击伊斯坦国的外交以外呢 中间还要为了大选 来出席政党活动 晚上呢 更不忘家庭哦 要来陪爱妻吃饭 行程可以说是满满满 所以说啊 从他第一次出席 联合国大会的意气风发 到这一次任内 最后一次出席 联合国大会的满头挥法 看来啊 当总统真的不容易哦 所以我们就 人间不拆吧 我来自席政党活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